根本上都不是那樣東西 你就是禁一樣酒 這個酒只不過是其中一樣的東西 那些人喝茶 坐得更密 一分鐘 打麻雀啊 你不要去禁麻雀館 你澳門都會禁賭場 那香港你不禁麻雀館 機舖呢 種種 根本上是很多 我們在說的 是那個社交距離 那你說社交距離 就不能夠說因為喝酒 所以減少社交距離 那是什麼道理來的 那跳舞班呢 你不會禁掉那些跳舞 音樂班呢 有些音樂 那你要一個樂隊 那他旁邊 那現在蘭桂方中的那些 都是樂隊來的 那你不禁掉它 你就捉住一樣 又學別人又學得不足 這個特首辦的人真是 你走去學英國 人家英國都禁酒包 人家是有補償的嘛 人家是有想 不只是你禁 那個後果呢 連帶出來的問題呢 沒有想的 不用想的 這個特首辦 完全不用想的 總之 你不賣酒就行了 我不想知道 你沒有飯開不關我事 你倒閉不關我事 我再研究一下 怎樣處理你的倒閉吧 這就是負責任的政府 來的嗎 制定任何政策 當你製造的時間 你必須是要確保 衍生的效果 後遺症 無論是好的後遺症 還是壞的後遺症 你必須是要清楚 來到沙盤推演 從而制定一些政策 去怎樣減低那個影響嘛 又或者不要給一個政策 而顯示一些既得利益者 不要讓它拿了好處嘛 這個就是政府應該做的事 才是應該特首辦做的事 去想的事嘛 特首在過去人家 真是很標榜 很能打得 我都不知道是打什麼 打靶有氣份 現在真是 你想想過去這幾個月以來 他真是做了些什麼 香港人是覺得是做得對的 我真是不太知道 在過去這幾個月 他有什麼的決定 出了來 香港人是會拍手掌的 是說他做得好的 我真是一樣我都想不到 你見他現在的民望低到這樣 不是沒有他的原因 你都見到這個特首辦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樣來運作的 甚至乎這個特首他好惹在 就是經常都龍女雞作反的 他經常都是一些行會成員 就走出來和他唱反調的 甚至乎他的好姐妹姐姐 葉劉淑儀議員 今天不在這裡 亦都是因為上個星期去過這個珠海 當然我不知道去珠海做什麼 這麼急切 這麼迫切 就有些人說就上去沉浪 這樣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找聖龍那位 但無論如何都好 他竟然是願意放棄這個議會 兩次的大會 亦都放棄這個行會 開會 他就聰明了 不知道是否其實知道 走這件事 禁走這件事 他今天出來說 電話說 相信當然 他不出來接受訪問 他說 不關我的事 我沒有去開會 那次 這些就聰明了 你經常都以為一個團隊 一個問責團隊 又說到這些人士怎樣 然後另外湯家驊 真是更好 走出來又在這裡說 到皮不到肉 又在這裡說完 你四個人就不應該走在一起了 應該要立例來做 你說是不是可 tenga 你身邊以為這些 是你的盟友 轉頭給 creativity 插你一刀 插你一刀當然有原因 因為你很想插 對不起 就是我的背又一刀 其實是沒有招把 frag衡 去做甚麼都不用錯 有多難 做現時的評論 商人會去做 其實是很容易做的 只要是說林鄭月娥 你幾乎是說不出任何的優點 任何一件事都是缺點 你說多麼容易收稿費 就算我現在你以為我講講那個沒有 我打開一份文件而已 我不是真的看著讀 有多難一講15分鐘罵林鄭月娥 接受的 香港人沒問題的 習以為常的 你以為當日的梁振英可以是 哪有人可以比梁振英還差 又真的有的 他真的清出於藍的 這位女士 我真的很佩服他 走到這一步 他還可以硬著頭皮 我不知道他每天上班 當然他所謂的上班 其實他不會接觸到市民 他根本上就是一個 好像一個溫室的效應 溫室的環境 他由他家裡 然後上他的車 然後來到特首辦 做完事就回家 他存了過程 其實他不知道什麼的民間 就負責這麼簡單 他接觸的官員 他接觸的人 每個人都以為是 行了 我告訴你 你做吧 可能以前你不是一個 領導者的角色 他只不過是執行者的角色 大家可能覺得很出色 但是當他去到一個 領導者的地位 這些的缺點 就一一呈現 在這麼多香港市民的眼前 你想一想 別人澳門 別人的特首做了多少個月 為什麼人家給他的掌聲 多力這麼多的呢 你的東西 每次都慢別人幾拍 每次都是別人做先 你去抄人 為什麼呢 大家都有個兩制 你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說香港的民主盡情 澳門更加沒有了 是不是 澳門基本法都沒有說過 有相反選的 但是為什麼 你這樣都可以抄過去呢 這個就是 回到我的政制問題了 為什麼香港沒有雙普選 這個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令到那個特首 根本上是沒有一個認受性的 沒有一個認受性的特首 好像剛才這麼說 他都不理民間疾苦 他只是埋頭望著自己本書 或者是你的下屬給你什麼 你就打算那套東西去做了 全部都是紫像談兵地推出來 這個武漢肺炎 是完全看得到 他的能力是去到哪裡 就不是我們以前看得到的好打得 原來是打柴過打 你看到林鄭 還要去到現在這一刻 她眼淚都流了 她真的七情上面的了 她已經用盡功力 弄了幾滴眼淚出來 但是香港人都是不接受的 是不是香港人特別沒有同情心呢 其實不是 香港人是很有同情心的 特別在過去這幾個月的政治事件 在街頭運動 在這個反送中浪潮 其實你看到香港人 是很團結 也都很同情心 一個這樣的女人 就是這樣的年紀 我不是說特別老 就是比較年長的女人 在這邊前哭 其實你都應該是有丁堆的感動 都覺得是 你真是陰慧了 你都是很盡力的了 不應該對你這麼差 但是不是 是罵多兩前重的 罵她就逼點眼淚出來 所以我們是會支持 剛剛所說的幾個的修正案 也都是會否決這個的原議案 歡迎緊急陳氏 來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